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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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X829抵港的 两个都是从加拿大抵港的 余下三个在机场的个案 一个是美国输入的 在5月6号乘得JL735抵港 还有一个菲律宾从菲律宾抵港的 是5J2272抵港的 还有一个是法国抵港的 在5月6号乘得KL819抵港的 还有的是在酒店检疫中心找出来的 两个是酒店的 有两个是在第二天 一中是第三天 还有两中是第五天 在检疫酒店检测阳性的 这7个个案 有两个是从新加坡输入的 一个是澳大利亚 一个是法国 一个是尼泊尔 一个是荷兰 还有一个也是尼泊尔的 还有最后一个输入性的个案 是在第12天 在社区检测中心留下的样本呈现阳性的 24岁的女婿 她在4月22号乘坐SQ894来港的 本来是阴性的 到最后是阳性的阳本 在基因分析方面 昨天的我们就76样本分析 没找到呈现L452R阳性的 有71个是阴性的 有5个样本 就是病毒量不足 昨天没有院舍 是以前没有重报个案的院舍 昨天院舍里头没有新的个案 今天是学校的假期 没有新的数字重报 上一个星期 5月3号到6号就是4天的 学校上课的日子里头 一共是有115个重报的个案 占这个时间里头重报个案的9% 检测的学生是超过72万人 还有是大概是12万5千人 他们是教职员也是接受检测的 也占整体人口的11%左右 在115个个案里头 92人是学生 其他的是教职员 涉及105家学校 占所有复课学校的5%左右 阳性的比率在学生方面 大约是0.013% 在教职员方面 就是上一个星期 累计的阳性的比例 大概是0.018 这个数字也是我们预期内的 还没有发现在学校出现爆发的情况 死亡数据方面 在第五波里头 现实的个案的死亡率 还是在9131个个案 昨天没有新增的死亡个案 整体的个案的病死率 还是维持在0.765% 80岁化以上的长者 他们的个案的病死率是10.46% 我报告一下 那么我们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 关于这个输入个案的基因分析的结果 在这个输入的个案里头 当中我们发现多三个BA点 BA2.12的个案 一个是BA2.12的 他是36岁的女士 没有病症 4月30号 从加拿大迪港 他在机场检测成阳性 送到社区隔离设施 还有两个个案 是BA2.1.1的个案 分别是一个17岁的 少女没有病症 也接种疫苗了 在5月1日 从美国进新加坡 迪港 跟家人一起 在机场采样是阳性的 他送到隔离设施 社区隔离设施 还有一个32岁的男士 他也接种疫苗 在5月3日 他从美国进日本 迪港 在机场的样本 也是阳性的 后来在5月5日出现病症 送到社区隔离设施 治疗 总结一下 目前在香港 我们一共有6个个案 是BA2.1的个案 两男四女 他们是接呼 4月8日到30日 迪港的 当中4个在机场的样本 是阳性的 2个是在第5天 在酒店的样本 阳性的 分别是2个 澳大利亚 1个加拿大 1个印度 1个美国 另外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有7个个案 是BA2.1.1.2的个案 两男四女 他是接呼 4月12日到5月3日 迪港的 机场的样本 是阳性 还有一个是在第5天 在酒店呈阳性的 7个个案里头 有5个从美国输入 一个是新加坡 还有一个个案 是从前夫妻间到过美国和新加坡 最后我想报告一下 昨天 我们发现了一个爆发 是在一个实施的 位置是在元朗的 牡丹金格上品 火窝刷刷窝 当中是涉及4个个案 三男一女 他们的年龄 接呼是47到66岁 他们均是在5月1号上午 接呼6点半到上午9点期间 到访这个餐厅 用餐的 他们之间是不认识的 当中有两个个案 在5月3号采样的时候 阳性的 包括一个是快色 一个是核酸的 还有一个个案是在5月4号采样的 是核酸呈阳性的 最后一个个案是在5月5号采样的 快色是阳性的 当中 这里头一共是4个个案 一个是没有病症 一个在5月3号发病 两个是在5月4号发病 全都在家居隔离 我们发现 一共有7个家居接触者 已经安排他们接受家居检疫 其中有一位在昨天 快色方面呈现阳性的 我们也安排了 就是有关的人士 其中一名 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密切接触者 他被安排 接受这个家居检疫的 在这4个个案里头 有一个个案 昨天公布的 一家安老院设的一名 员工是博爱医院 塞马会护理安老院 这个员工 他在5月4号发病 5月4号最后一天上班 他在安老院设是进行清洁的工作 清洁期间有足够的保护衣着 在同一层里头 我们 界定三个院友是密切接触者 已经安排他们接受检疫 那么 他在院设里头 还有另外一个跟他一起吃饭的员工 也是密切接触者 最后一天上班 是5月6号 今天早上 他在快测的时候 是呈现阳性的 我们也安排了 他是接受隔离 在这家院设里头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院友 或者是员工是阳性的 所有的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的院友 已经安排他们接受检疫 这家9楼 我们稍后的时候 会发出一个强制检测的公告 在5月1号上午6点半到9点之间 如果曾经光顾这家9楼的人士 必须接受强制检测的安排 我们调查也发现 这家9楼大概有50名的员工 他们每人上班之前也进行快测 暂时都是阴性的 我们也问就是 9楼就是拿到他们客人的资料 大概是有190名的客人曾经光顾 我们会向他们发出短信 初请他们进行检测 餐厅已经接受全面的消毒 我们也采样了8个环境的样本 有待进一步的化验 谢谢 请李医生报告医管局的情况 医管局现时有1009个确准病人 在不同的公立医院北大余山医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和医管局存案病中心留医 昨天没有收到任何城报的危带个案 新城报了医中病人情况严重 现在一共有两名危带病人在身体治疗部留医 另外今天没有任何离世个案 过去一天总共150名病人康复 包括106名病人出院 第五波疫情至今一共有48755名病人康复 当初包括48103名病人已经出院 2020年初开始本港一共有61135名病人康复 其中包括60483名病人已经出院 另外有两名病人在入院筛查的时候发现确诊 有两名同房病人列为紧密接触者 员工方面我们一共有22612名员工确诊 当中22472名员工已经返回工作岗位 今天报告到这里 现在是提问时间 请先举手用米高峰发问 请先介绍自己的传媒机构 有限的 新加坡24岁那位女士 她的病毒量是怎样 是否一个抚养个案 在过程里面到过什么地方 元朗那个144个人有没有初步估计 透过什么机会 透过什么渠道传染呢 现在190个时刻里面找到有多少呢 有专家建议香港未来要打第4针 但是有些专家说不需要无止境的打 卫士防护中心是否认为全香港市民都需要打第4针 还是部分群组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12天那位个案 她4月22号抵港 住检疫酒店 在检疫酒店 无论是在机场或者检疫酒店 每天的测试都是阴性的 检疫酒店第5天做的核酸也是阴性的 之前她没有一个阳性的记录 她到5月5号社区检测中心拿样本阳性 C值是24不算高也不算低 她5月5号出现有喉咙疼的症状 这个我们也在调查 我们会拿样本到我们的化验所做基因排序 看她究竟是输入性个案还是富洋个案还是本地感染个案 由于她离开了社区检疫酒店之后 在社区有活动 不排除可能会是一个本地感染的个案 尤其是在5月5号出现病症 我们还在调查 现在暂时没有结论 我们初步把这个个案 界定为一个输入性个案 第二 在十四那里 我们了解到那四位人士 他们坐的位置 这家十四是一个大堂的形式 他们说自己是坐在中间的位置 在不同的桌子 我们相信有机会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 可能当时有一个隐形患者 或者没有病症的患者进去了吃东西的时候 可能脱下口罩的时候 会造成传播的风险 其他时刻在十四吃东西的时候 也会脱口罩 这会增加风险 当然他们互相不认识的 大家在同一个时段在那个餐厅吃过东西 我们相信很大机会 是这四位人士都是用餐的时候 有机会在酒楼那里受到感染 我们建议酒楼做一个彻底的消毒 第二我们检视过 做了现场的调查 发现通风过种 但是没有大问题 这家十四现在 有一些空隙清新机放在那里 我们密切注视 现实我们还没有发现 涉及这家酒楼的个案 我们刚刚出了强制检测通告 会追踪那些曾经在这个时段 去过的时刻 看他们检测的结果怎么样 第三个问题 第四针 在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 跟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 都会定时审视 在疫苗接种最新的科学证据实证 本地疫情 海外卫生组织 海外卫生当局的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等等 从而作出适合香港的建议 现实打第四针主要是 我们建议为60岁或以上的长者 需要接种第四针 因为他们假如感染之后 出现需要入院 出现病房症或者死亡的风险 比其他年龄群主高 第二类是免疫能力低的人士 也需要接种第四针 至于其他人士 现实科学委员会 那里建议接种三针 当然将来 当陆续有新的科学证据出现的时候 除着时间过去 或者打完第三针的免疫力 可能会下降 到时候科学委员会 会看实际的需要 到时香港疫情的需要 来做出新的建议 下一位 于是 那新闻台 元老那个酒楼 这四中各 同桌的有多少客人 阿老院 一同吃饭的员工 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有多少院友因为他 而变成密切接触者 现在这些院友在那里 哪里做检疫呢 所以190名食客 在那段时间吃饭 他们受不受到 安心出行的提示呢 而且顾客多半付现金 还是信用卡呢 最终方面是否有难度呢 第四针那里 想问顾问团 其实跟专家委员会 两个专家有不同的意见 一个说冬天要打第四针 一个觉得 现在不是以全民打第四针 卫社房屋中心怎么看这些建议呢 科学委员会几时会谈 这个全民打第四针的安排呢 在想问医管局 和俄罗马州核桃区应急的测试 现在是备用 还是怎么样已经完成了 内地他们医务团体 会提供服务 现在医务已经回了内地 谁去管理呢 医管局在那里角色是什么样呢 现在确诊的病人 会不会送到那里 集中治疗呢 还是怎么用这个医院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关于元朗失事的爆发 我们联络了咨询科技办公室 现在市民进入失事的时候 需要扫安心出行 要用疫苗通行证当中有记录 我们联系了咨询科技办公室 拿了当天这个时段 光顾过这个餐厅的市民的资料 会向他们发出通知 提醒他们要做强制检测 当强制检测公告出了以后 咨询科技办公室 会透过安心出行通知 发出通知 给相关时段 曾经进入 扫描这个时事 安心出行的人士 他们就会在自己的手机上 收到这个通知 假如市民都收到这个通知 或者在5月1号这段时间 到过这个时事的 希望他们尽快做核酸检测 关于其中一个个案在院设工作 那位人士 他的工作场所 现在的护理安老院那里 有一位密切接触者 那位人士跟他一同吃过饭 最后一次大家接触是5月4号 那位人士 现在他主要是另外一个个案 他主要工作 在院设那里做一些喂食的工作 他本身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的 也有戴面罩 做足了防护措施的 他在5月6号左右上班 5月6号傍晚也出现病症 今天脚上坐过快车是阳性的 阳性之后没有返回院设那里 在院设那里工作的楼层 我们发现了有三名的院友 在这一波疫情或者过去90天没有感染过 为了此生起见 我们安排了这三位院友到亚伯的检疫 设施那里接受检疫 关于第四针 刚才说了科学委员会也是基于这个科学的实证 还有是看看香港的疫情的情况去適时的 就疫苗的接种做出最新的建议 我们其他的补充 好的 关于洛马州的核桃区 大概有一个1100张隔离病床的应急医院 这个应急医院的建造和营运都是由内地负责的 不过早前这个亚伯馆 我们的内地的医疗队伍是来自广东省的20多个单位的 他们回去之后应该跟核桃区这个应急医院没有特别的关系 这个应急医院已经交付还没有进行营运 有需要的时候才开始服务 我知道政府正在积极统筹 医管局会全力配合的 下一位这位女士你们好 我是明报的 问一问这个元朗的时事 刚才几位就是有病征的 你们说是哪一类的病征 他们都坐在中间 距离多远 他们在时事逗留的时间有多久 还有是他们同桌的有多少人 他们的变种是找出来了没有 刚才欧医生说的 是不是我们有第二代的传播 因为有一个院设的同事已经感染了 还有一个人的家里的成员也感染了 暂时找到多少个顾客 他们需不需要接受检疫 有一个是院设的员工 那么他们这个院设一共有多少个院友 他们员工跟院友的接种率分别是多少 多少个院友最近已经感染了 当时刚才你们说有三位就是最近没有感染 他们的疫苗的接种的情况是怎样 如何去评估这个爆发的风险 你们是如何去发现这个爆发的 因为好像是最近没有这个个案追踪的工作 那么你们是如何找出来的 最近很多公众假期很多人出外吃饭 会不会预期这是有更多的爆发的情况 还有一个是第12天从新加坡回来的确诊的个案 变种的分析找出来没有 而且同层的酒店的住客又怎样 那么第五波的酒市是怎样 最近这几个星期就是跌幅好像是越来越慢 那么防护中心怎样看 孔凡义教授认为就是很坏 这个个案的数字是跌着双位数 而且他也说就是熔断个案就是可以取消 入境人士可以就是家居检疫 如果已经第三针已经是达至九成 根本不需要入境的检疫 他的说法你们是怎样的看法呢 感谢您的问题 首先第一道问题 四个个案的病征 他们的病征均是轻微的 有一个人没有病征 其他的三位有病征 但是都是比较轻微的 比如说轻微的发热有点头疼等等 他们全是病征轻微的 所以不需要住院 他们全是在家里头隔离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第二代的传播 的确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传播 首先是有四个时刻 他们光顾完这个九楼之后 有机会就是当时光顾的时候 受到一个影音的病毒的源头感染 或者是其他的源头感染 他们发病之后传给其他人 我们看看这个Omicron的传播力 其实这个是预期之内的 由于他的传染力是非常高的 如果这个病人他出现这个病征 或者是发现比较晚的时候 有可能已经传给身边的朋友 有家人等等 这几个个案我们界定为本地的感染 它的病毒株 应该跟我们本地流行的病毒株相近的 当然我们会进行基因的分析 有两个是进核酸检测阳性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样本进行基因的分析 看看是否属于本地流行的病毒株 那么在时刻的追踪方面方面 我们会透过安心出行 透过短信通知在这个时段 曾经到访这个时事的时刻 进行检测 也会追查他们的结果 我们可以掌握的是 大概有190名的时刻 在早上6点半到早上的9点 当时曾经到访 我们稍后会发出 这个检测检测的通告 那么在院设方面 有两名人士 他们是同一层工作的四层 四层大概有30多位的院友 当中大部分在第五波的疫情 已经感染了 有三个没有感染的 我们已经安排他们接受检疫 作为一个审慎的措施 那么这家院设在今天早上 其实每一天 每一天还没有感染的院友 也会进行一个快测的 暂时都是阴性的 那么员工方面 每天上班之前也会进行快测的 除了第二位个案之外 其他全部的员工 在今天的快测都是阴性的 我们会跟院设继续保持联系 而且要求他们所有的院友 还有学友的员工 每天必须进行这个快测的 关于第12天的个案 调查还在进行 要看看它是本地的感染 还是个输入的复养的个案 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暂时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跟你们汇报 那么趋势的问题 在过去的五天六天 我们看见这个个案的数字 还会在300个个案里左右 跟两三个星期之前比较 就是一个跌幅 这个下降的趋势 好像是过去一个星期 看来是稍微放缓了一点 这个也许也是跟 我们的一些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了 这个也预期就是 社区里头多了一点的传播 但是没看见有一个反弹 大概是过去一个星期的数字 也是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暂时没有看见 这是进一步的下跌 我们会观察这个疫情的走势的 最后关于一个检疫的安排 从海外抵港的旅客 他们在酒店接受检疫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才可以防止外地的个案 输入香港特别是一些 面移病毒株流进社区 我想政府是非常重视的 而且也会检视各项外防输入的措施 下一位这位女士 你们好 我是浮现电视的 明老师是那个个案 因为四个患者都坐中间 记者问过中间位置隔多少呢 时刻那里 时候发出强制公告才追踪 四个患者有没有说吃完饭以后 他们到过什么地方有没有申报呢 另外刚才问到航班熔断机制 那会是航空中心有没有打算 疫情到哪一个地步才会考虑取消呢 关于时事追踪方面 我们会跟进 当天在那个时段 光顾过的时刻 他们的检测 暂时在我们的承报系统里面 和我们对于个案的追踪工作 没有发现其他相关个案在这个时段 当天是5月1号 今天是5月7号 是第七天 我们希望 当天去过的时刻没有做检测的 希望透过强制检测公告 让他们可以做检测 我们未来几天看有没有新的个案出现 我们调查知道这个家十四 它是一个我们叫做开放的方式的 不是一个一个个房间 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堂 这几个个案做的台号 大概是中央的位置 实际当天做哪一个位置都不记得了 大家都说大概做中央的位置左右 有些人跟家人一同吃的 所以本身跟他一同吃的人 已经本身是家居接触者 在接受家居检疫 当中我们最终到有一名食客 跟其中一位一个个案一同进食 非同住人士 我们也列为密切接触者 也安排了他接受家居检疫 航班熔断机制方面 先前示威局已经发出了新闻公告 解释了最新的安排 我相信政府相关的部门 跨部门委员会 会顶时审视最新的情况 包括本地疫情啊 海外疫情啊 从而走出适当的安排的 今天记者会完结 谢谢大家 讲者没有用米克风 大概190人左右 同桌的是家人 你不想同地的小类 你不想找到 你不想让人在地养 你不想送往内 你不想带我 你不想带你 你不想带我 你不想带我